車頭全部焦黑 甚至被燒到只剩下車架 地上也全是散落的車窗玻璃 監視人員在遊覽車四周拍照搜證 就是希望能還原事發原因 一開始一台砂石車來啦 然後 拿了可能三到四隻的滅火器下來 然後準備要救火真的太大了啦 然後才沒有救成功啦 我們也不曉得裡面這麼多人 就算是司機一個人我們也想要救啦 正在執行側速照相勤勿的警員林光華 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試圖救人 但由於右側的前後門被護欄卡住 無法開啟 左側安全門也疑似因為司機來不及打開 林光華努力救人卻徒勞無功 他的手還因此被劃傷 他遺憾車上26人全數來不及逃生 葬生火海 我們當時就是 我先上去看上面確認有沒有人 然後可不可以有安全門可以出來 然後後來我馬上衝回去拿滅火器 然後那個大哥也有滅火器 然後他跟我一起滅火 然後想要敲破車窗 然後救裡面的民眾出來 然後 當時就是裡面呢 那時候裡面已經都沒有聲音了 之後警銷人員已經將往生者遺體 送往中壢殯營館安置 之後將根據現場採集到的相關事證 釐清這起重大事件的責任歸屬 UDN TV尤文謝玉欣 SNG小組綜合報導 現在是整個大事件的責任 我們最終的事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 我們應該要處理